氣死我 我打的腦癌了 對不起 我是大棟 歡迎收看小宇宙 33號 我今天找來一群算是這個 默默付出的無名英雄 對 但是他們的聲音我們都極熟悉 對 就說我們聽到他的聲音就 比如說如果你跟他講電話 你說你不是那個誰嗎 但是你看到人之後 可能不一定認識他 所以他們很辛苦 配音人員 就是說很多卡通對不對 你就說或是韓劇 你說要是沒有這些配音員的話 其實可能大家沒有辦法 去看這個卡通 是的 我也當過配音員 妳配過什麼 我配過兩部動畫 一部是亞瑟的奇幻王國 的第一集 的第一集 角色是賽雷尼亞公主 你是在看大字報嗎 你自己配的 太久了 太久了 可是最近配的一個就是勇敢傳說 裡面的梅莉達 也是公主 也是公主 就是我配的 然後還有那個 另外還有那個像那個 前陣子的那個 邪貓劍克的蛋頭先生 就是我都配 剛剛有點符合你的外型 就圓圓的 就圓圓的 然後矮矮的 但是我覺得配音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配音員 所以我們在配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像滿難的 對 我的聲音就是 我的臉已經做了十分的表情了 就我的聲音只有一層 對 我們都略去擠表情 然後這樣擠出來 結果那個聲音輸出的時候 你聽 怎麼聲音還這麼平啊 對啊 然後老師們 就是很輕鬆的 你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表情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跟他們 致敬一下好不好 對 所以先問一下各位 這個小宇宙聯盟 你們自己本身 會學哪一些卡通角色的這個聲音 文宣 文宣前陣子一直在練 對不對 你會學什麼 來一下 你剛剛在罵髒話嗎 最好 還有什麼角色啊 蠟筆小心 要像喔 媽媽媽媽媽 我的大姐姐呢 所以你喜歡姐姐對不對 來 不錯啊 真的喜歡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大家都很喜歡學蠟筆小心 媽媽 我要再小心點 你還滿像的耶 真的嗎 姐姐要小白 小白 他小白的那個聲音很特色 你怎麼學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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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眼睛都想要往上掉 媽媽 好不好 還有你會學什麼 就是單小狗英雄 裡面的那個莫莉兒 叫他每次求救的時候 英雄 對 英雄 我覺得你有天分耶 他學得很好 你都學得還滿好的 好…我覺得 我覺得那你今天來 我們這集就對了 因為你有機會可以進入 我們的配音界喔 對 好嗎 好嗎 未來的大師就是你 好嗎 是的 首先呢 我們要先歡迎我們今天幾位 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呢 本身 當然配過很多的音之外呢 也是很多大牌的明星 御用的正音師喔 是的 歡迎 鈞營姐 鈞營姐那時候 我們三個人就是 還未出道 才也上過鈞營姐的課 正音班嗎 算過好長一段時間喔 好長一段時間 教我們怎麼說話 所以 所以在你認識他之前 你是台灣隔椅的嗎 不是啦 他是教我們應對進退 應對進退你也教 就是媒體課程 這才是我的主業 其實這一票 配音樂裡面 最不專業的就是我 不會啦 你這樣我們就下跪了 剛才我們也在商量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納豆最適合配 你剛剛說他配蠟筆小新也像 對不對 只要是凡是笨的 好色的 納豆應該都很像 不是 這有點聲音 跟個人特質超搭的耶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其實因為我拍 剛剛先生剛剛拍一個廣告 我去配音 我配完音那個老師都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去配一下 我覺得你很適合 你聲音是有情緒的 是有喜感的 其實因為你的聲音很卡通 真的喔 正常人 很不正常的意思 你不太正常 對 我會努力試看看好不好 當然了接下來我們這幾位呢 我們不要讓他們用自己的聲音講話 希望他們用角色的聲音 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說明你們可以聽得出來是誰 好不好 好 首先第一位 Selina姐姐 納豆哥哥 還有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聽得出來是什麼角色呢 有人知道嗎 哆啦A夢 哆啦A夢 哆啦A夢對不對 對 第一位陳美甄老師 曾配過哆啦A夢 凱蒂貓等角色喔 叫自己的名字是多麼的榮幸的事情 對啊 他叫我Selina姐姐 好開心喔 來 歡迎陳美甄老師 你好 老師好 好 接下來第二位蔣老師 我們請你用那個角色的聲音 跟我們講話一下 好 Selina姐姐 你好漂亮喔 她不在意 都要像家的電話好嗎 蠟筆小溪耶 第二位蔣篤貴老師 想不到蠟筆小新 柯南 漩渦名人都是她配的耶 天啊 我被蠟筆小新罰了 妳剛剛被開罰了 真的 好開心喔 所以這種蠟筆小新的聲音 因為我們她是小孩子 所以會找女生配嗎 還是男生不會配這個 可是我之前一直以為 蠟筆小新跟配音員是男生耶 對 會 因為小男生 而且其實小叮噹 我也覺得是男生 所有的小男生的聲音 都是女生配的 男性配音員會不會工作上來講 會比較少一點 還是男性配音員都專門去配 美少女戰士 跟拜博士之類的 好 第三位 那是我們林協中老師 歡迎 美少女戰士 兩位主持人 各位親愛 提得出來嗎 提得出來嗎 提得出來 提家人說是誰 兩金 兩金堪吉對不對 第三位林協中老師 兩金堪吉 入方三世 可都是出自她的聲音喔 烏龍派出所裡面的 妳剛剛才在看 妳剛剛才在看 現在看到本人 有沒有覺得那種感覺很神奇 你滿好Cue的嗎 很可以 很棒好不好 好 最後第四位王老師 來請用那個聲音給我們聽一下 大家好 我是嘉義護小 你們猜我是誰啊 誰啊 第四位王瑞琴老師 耳熟能詳的花媽 原來是她配的呢 妙耶 對不對 花媽這樣 居然本人就在我們現場 問一下各位啦 當時怎麼會踏入這一行呢 其實我從小就對於鑽到錄音機裡面講話很神奇 我很想長大以後鑽進去說話給大家聽 所以後來就念了廣播電視科 那我們學校有個教官 他也很神奇 他自己開了一個錄音室 然後他平常在說書 然後裡面有影劇 港劇有卡通 那我們就因為這個音源聚會 開始去他錄音室錄音 就從念書一直錄到現在 可是美智老師妳是本來講話就這麼自正腔圓 還是有受過訓練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有正音課 那時候我們 我都講四四四四四四子 都是完全沒有捲聲 對 很容易這樣 對 不是本來就這樣 不是 他是謙虛 我認識他的時候就這麼標準了 因為我認識妳是很後來 是我畢業之後 而且他算是美聲派 他的聲音光講話 你就覺得好美喔 他是美聲派的那一種 不像我們就是粗魯派 你們是不是沒辦法講 四十四支 石獅子 郁佳 把麥克風拿起來 四十四支 算你講的 預備 開始 四十四支 石獅子 你不用唸快 你唸慢 你更深的唸 四十四支 石獅子 這次往前不行 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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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妳有信心 四十四 四十四支 石獅子 好一點 有一點點怪 其實你們每次拿這個考他們 我都覺得很難 你知道這些小孩 直接發幾個就好了 支支支支支支支 有沒有誰對自己很有自信的 手舉起來看看 很有自信的 這麼簡單啊 支支支支支 聽語 支支支支支支 其實你們的捲舌音都算太重 太捲 支支支支支支 其實不用就是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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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師 我學會的聲音最盡脆啦 我哪有學會這個 不過妳這樣講 我都覺得 所以我們不能太過捲舌是不是 其實不用那麼多 知識思思思就好了 順順的就好了 你會嗎 知識思思思思 其實納豆算標準了 我很 它只是音質 你只是臉胖 你舌頭幣不胖耶 不胖 聲音沙 好 我們就要聊一下 那請問花媽 王老師 當時怎麼會去進入配音這樣呢 我想在我分享之前 我可不可以有個要求 是請說 就是把你眼鏡拿下來 眼鏡 為什麼 大家看有沒有像我的本尊 越看越像花媽 花媽 真的 真的 有沒有 有 橘子 橘子啊 而且身高也一樣耶 妳們就是 Cue我為了修錄我這一段嗎 沒有啦 我這條反應 真的很像花媽 那不然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你出臉跟身體 妳很煩 我這算妳要幹嘛 為什麼呢 這個 王老師 對 王老師就幫我們配音 好啊 超爆笑模仿笑 笑料百出唷 哆啦A夢與蠟皮小新 霍天荒同台演出啦 哆啦A夢 你趕快來幫幫我啦 唉唷 小新 你又想做什麼啦 想要一個 更經常看到美女 可是又不是會被 媽媽發現的寶物 你可以送給我嗎 好吧 我拿出一個道具來喔 偷窺望遠鏡 哇 一上台 確實目瞪口 下面哪一個單字 所指的人種 身高最高 一個小女孩有一個潛人 一個稻草人 還有一個獅子 我知道 然後走一條黃色的路 對 但輪到自己上場時 警官 警官 超爆笑花媽模仿笑 登場囉 擠子柚子啦 擠田花媽我終於上電視了 看看我啦 好高興喔 好棒喔 你是演了我們這一家真人版耶 你直接就可以去演啦 我居然因為這頭髮身取她 一個新角色 對啊 好厲害喔 但是如果今天來說真的 我們如果真的很多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也想要進入這一行的話 蔣老師可以告訴我們說 大概要具備哪一些能力呢 首先當然國語一定要能夠口條要清楚嘛 然後呢我覺得在配音的時候 你的那個專注力還有反應力 還有你的想像力觀察力都很重要 因為你要同時做好多好多事情 你要看電視也要看稿子 然後還要改詞 如果那個詞不是很順的話 我們還要改詞 然後就是還要聽耳機 還要聽原音 然後聽他的節奏 講話的節奏 開嘴 收嘴這些 但是我覺得今天比較好奇的是 其實我們知道喔 常常一部卡通或是一部作品 其實配音員喔 常常在裡面 譬如說他一個人要配五個人 六個角色 七個角色 甚至更多 所以像 請問阿丁老師 你在配音的時候 會不會有角色搞混的情況 我會啦 會搞混 真的會喔 對 一定會的 就我 我比較笨 我是屬於比較笨的 那一型的配音員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會搞混 像哪一個 對 哪一個騙子 或是哪一個卡通 像我最近在配火影忍者 就有這種現象 你配哪一個 比如說我配阿凱老師 阿凱老師 兄弟 這樣在叫的時候 回頭我配那個錄完的時候 我一樣是 自己就傻了 我這件事 這個 這個機會 對 回頭會轉不過來 那如果你配兩個角色 那是一次說 我先把這個人全部配完 再配另外一個 還是 自己跟自己對話 還是同時跑的時候 你要一下這樣子 一下這樣子 一下這樣子 對 一下這樣嗎 不要太緊 不要接得太緊 通常是一次把它配掉 對 除非兩個人一直在對話 在下棋 在那邊喝酒 就沒辦法 可以示範一下來一段 比如說兩個人對話 那種情況 錄完 我今天交代你一個任務 你一定要幫我完成 好的 歡迎大人 沒有問題 我一定會幫你做到 大概是這樣 這兩個音質 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對 但是請問一下這個瑞琴老師 是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你們都有在配卡通 又有在配韓劇 是 那如果今天你在配韓劇的時候 會不會 會不會有一些角色 會有點像花媽的聲音 其實 大部分是不會發生這種情形啦 因為有時候除非我們錄第一集第二集的時候 會稍微忘記本來的角色的聲音 我們會倒回去聽聽看 喔 知道這角色了 之後再配下去我們就會記得 不管配五十集六十集 我們都會記得我們本來這個 已經定了基調的這個角色的聲音 可是有一次呢 我就會吐嘴 譬如說 譬如說我下午在錄花媽 晚上就錄韓劇 天國階梯好了 那天國階梯 最後一場戲 我只要錄 說完最後一句話 我們就收工了 就殺青了 大家就可以快樂回到家 因為已經很晚了 可是沒想到最後一句台詞 譬如說我亂編的啦 我們這輩子沒有辦法在一起 下輩子 花媽就突然醒過來了 喂 花媽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有人倒一滴 整個像沒有感動的感覺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鬧呢 前面都很投入 這種 後來畫面變花媽臉 所以各位有沒有 利用自己聲音的這些特色 去譬如說 作為一小惡作 就是跟朋友鬧著玩之類有沒有 美蔡老師 其實很多朋友會要求我們 用哆啦Amo的聲音去 對他的小孩說一些話 或者是他早點睡覺 或者是要乖乖的寫功課 那通常呢 我們會在電話裡說 嗨 我是哆啦Amo 他說是真的嗎 然後就會很驚訝 但是通常這個效果都很好 據說都可以維持 至少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沒有問題 這太好用了耶 對不對 對對對 譬如說我今天那次老師 我小孩我說 不睡覺是不是 我跟妳說爸爸有個朋友 就是哆啦Amo 我打給他 然後就打 就拿給美蔡老師 對啊 小朋友都會相信耶 一定會 因為聲音就是一模一樣 那妳可以現在就是 透透電視機 然後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他們說要收看我們節目嗎 那妳要再親口吃飯了 對 因為搞不好有些小朋友 更好在旁邊就是玩啊 或寫功課 沒有聽到我們 沒有看到我們畫面 對不對 妳就用哆啦Amo的角色 小朋友 如果是桑莉娜姐姐跟帥哥 納豆主持的節目 妳一定要收看喔 好棒喔 好酷喔 我們節目 有多拉Amo的話好賺耶 好開心喔 所以美蔡老師 除了多拉Amo之外 妳還有什麼其他的角色 其實我配的韓劇比較多耶 像是前一段時間 收視率很高的那個 妻子的誘惑 那裡面有一個壞女人 叫深愛里 那她有一個 她老公有個姑姑 是一個有一點智障的 那我就用一個比較中性的聲音 所以很多網友就說 為什麼 哆啦Amo在配韓劇 他們配得出來 就是因為 網友聽到覺得說是 然後大家在討論 然後很多媒體就來找我說 妳是不是用哆啦Amo的聲音 去錄韓劇 而且是一個人言的 我們聽看看 可以分辨出來那個差別嗎 妳就是賤女人 那多大秒 那就是多拉Amo啊 對 因為她有一點智障 所以這個對妳來講 會不會是有一點點 反而被人家挑戰說 蛤 妳是不是說我 沒有分得很清楚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其實用角色 收到一個新角色的時候 就用語氣來打 因為她是一個很憨厚 她有時候會說 我覺得妳好討厭喔 可是多拉Amo說 我覺得妳好討厭喔 會有一個差不一樣 對 用語氣去改 那蔣老師呢 妳會用妳的聲音來玩什麼 把戲嗎 一樣啊 也是朋友的小孩打電話來啊 說要睡覺啊 還有一次是她生日的時候 她媽媽就是準備神秘禮物 可是呢她就 她媽媽就說 妳跟她講一下 用一個什麼 美少女的聲音之類的 也是那種卡通啦 好 我就隨便裝一個 我就說 寶妹 寶妹我是那個月光少女 你知道今天是妳生日嗎 我要祝妳生日快樂喔 然後啊 我要送妳一個小禮物 就放在你們家的鋼琴下面 妳趕快去找一找喔 她就很高興 就趕快跑去找 她就以為真的是那個月光少女送她 其實是她媽媽準備的 就妳們這些人 會不會以前比如說跟男朋友 或是跟愛人在談戀愛的時候 都特別喜歡裝各種的聲音 誰那麼無聊 真的不會 對啊 你會覺得說 難道你跟我們帶我去吃飯了 吃了 對啊 難道你有笑耶 難道我去吃飯了 這就還好 謝謝 其實我當然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配音員有時候也會 輪為別人交朋友的工具 一定會 為什麼 比如說我有個朋友啊 她去露營 然後就認識隔壁帳篷的妹 她就打電話來跟我想說 瑞琦 他們很喜歡花媽耶 我說我認識你耶 你幫我跟她講幾句話好不好 可是我們隨時都要 嚴守一來就是 要工作了 對 然後馬上就要工作了 你好 今天天氣怎麼樣 我那個朋友很喜歡跟你交朋友 就這樣跟她聊天 花媽變媒婆 對啊 真的還不錯 滿好用的 妳等一下電話留給我一下 謝謝 那裡面 我們知道像阿丁老師 你本身還有配 火影忍者裡面的其他角色嗎 有 我配了很多耶 就是 其實我真的自己也忘記我配誰 名人是 名人名人是 是 名人是江老師 對 江老師 你可以用名人講那個 影分身之術給我們聽嗎 好啊 看我的 影分身之術 哇 好酷喔 好酷喔 我覺得 好花力氣喔 對啊 這會傷喉嚨嗎 這很傷喉嚨 因為如果像 火影忍者 如果他戲有時候很多 或是他那一集都在打鬥的話 我大概配一集 我會覺得 我好像配了四集的感覺 對 因為他很憂 就這樣一直殺 一直殺 一直出招 所以在這種感動裡面 好人壞人被打的聲音 是不是也不一樣的啊 丁老師 好人一般因為比較帥嘛 就是帥帥的 一打到就 了不起這樣 悶響 對 悶響 悶響 就是要帥 要撐著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壞蛋的話就 哎呦呀 啊 啊 對 對耶 這樣 就不帥 就是壞掉了 你這樣也要 這個壞人活該 打到 可是好人就不能發出這種聲音 這個跟真實人聲很像 因為帥的被打說 就是要撐住 沒有啊 我剛剛沒有感覺要任何帥氣 怎麼了嗎 我們這邊有小新跟美芽 美芽是誰配的 美芽是她那個瑞卿 兩位如果在這個配音 大概什麼樣的表情 我們想看一下 可以嗎 好 我們這邊有準備了 小狗 超逼整配音 絕對笑掉膩的大牙 你看過花媽 與兩金堪吉的深情對唱嗎 我純情為愛送我的心 她為什麼甜蜜的夢 終於醒 我叫你媽媽 你借錢給我 你借錢給我 我借錢給我 你借錢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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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孩子中的 移上來是排第九 但是 她的精力非常低 膝炸在那個胃的後方 她有時候疼痛的時候 都以為是胃 然後一直吃胃藥 結果最後是 膝炸上來 所以為什麼就是她 致死率那麼高 因為她發現都是 明天下午六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神馬無心之花 自重人機又 嘿 假設你現在來單身 男生帶你去欺負 是怎樣結了婚 不能吃甜蜜 對 欺負不能吃甜蜜好不好 不能跟婆婆跟東東是甜蜜嗎 沒有啦 快點 小愛一點點 我跟妳講 那個兒童的遊戲室 兒童遊戲室 是妳去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 蠟筆小新實境配音秀吧 小新 什麼事 這些是什麼 是玩具啊 我當然知道這些是玩具 我是問你 為什麼玩具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玩過了 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玩過了就隨便亂丟 這樣可以嗎 真是的 講話國外木腳的很麻煩耶 我知道了 反正你就是叫我收拾玩具對不對 我會拐彎抹腳 還不是你害的 既然你已經懂了 就快點收拾乾淨 可是我昨天收過了 但是你今天又弄得亂七八糟的 所以我才要你收拾乾淨 我預定明天要收拾整齊的 今天弄亂的東西就要今天收拾好 這種道理任何人都懂吧 如果我不在這一定的計劃進行 我的心情就會變得很不好耶 東西繞出亂丟 才會讓人心情不好吧 夠了 快點休息 兩位請回座 這個配蠟餅小新 要說嘴唇要往外凸是不是一個重點 對 我也是後來才發現怎麼 我每次配他就嘴巴就堵起來了 就變這樣子 所以這個聲音的本質是 你怎麼會想到用這樣的聲音 去表演這個角色 原因就是這樣子 原因就有點這樣子 它的原因其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基本上配卡通 會模仿那個原因 會聽它的原因 你們還有希望說 我們今天這麼多卡通人物在這邊 有沒有想看他們誰跟誰對話 有沒有 你看蠟筆小新還有哆啦A夢 蠟筆小新跟哆啦A夢 就是美鎮老師跟蔣老師 來 兩位 好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好 好 欸 哆啦A夢 你趕快來幫幫我啦 唉唷 小新 你又想做什麼啦 我想要一個可以經常看到美女 可是又不是會被媽媽發現的保護 你可以送給我嗎 唉唷 真是受不了你 好吧 我拿出一個道具來 偷龜望遠鏡 兩個角色在我們節目Cross Over 這感覺 我節目好拉夫 很拉夫 Cross Over 你可以想一台偷龜望遠鏡嗎 偷龜望遠鏡 好酷喔 好好玩喔 哈囉 為什麼要願望 我們今天一次滿足妳好不好 來 玉瑄 那個 兩金看雞跟花媽 兩位 那這樣我們不要對話 我們讓他們唱歌怎麼樣好不好 合唱歌曲啊 可以嗎 兩金看雞跟花媽 兩位 兩個卡通人物對唱歌曲 而且還就... 這樣會不會產生愛火啊 然後就跑離自己的漫畫了 漫畫就現實接合 好的 我也歡迎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兩金與花媽的深情對唱吧 妳怎麼猜 妳怎麼猜 趕快給我把你 很小心 我會一直陪你到天明 請請你來 請請給我啦 請給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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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給我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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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我們已經夠紅了啦 回座了 謝謝 滿酷的耶 所以他們兩個真的是滿搭配的耶 其實你們可以考慮 就是出一張合集啊 或者是兩個卡通有一點結合 只是要買這些版權 稍微貴一點 這是什麼 好不好 還有什麼樣的願望 來 文宣 柯南 柯南 對 聽說柯南也在我們現場對不對 柯南是誰 是我 江老師 來 繼續 對 對 我一看到的真相呢 是一個外表看似小孩 智慧卻過於常人的 名真的柯南 花倫也來了 花倫 他還有很多喔 花倫也是你 花倫也是 嗨 寶寶 今天要不要人家喝小午茶 花倫 花倫跟豬太郎講 對話怎麼對話 老師錯亂了 逼瘋他 花倫 寶 我要去你們家玩 可不可以了 寶 抱歉 豬太郎 我今天下午安排了小提琴課喔 沒有配上畫面 都會覺得花倫怎麼有一點 有一點那隻蠟筆小心 還是說蠟筆 長大之後變花倫嗎 對 你這樣 好 但是我覺得這邊要問一下 這個前輩好不好 君怡姐 說實在的 真的當一個好好的這個 戲劇配音 或是卡通配音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其實可能大家剛看到 我們就知道 其實我們為什麼 比較很討厭 其實說實在的話 我們還滿討厭人家到 露音室來探班 因為表情都會是醜的 對 然後會是誇張的 然後甚至我剛開始配音的時候 其實是會隨著 就還不會那麼會控制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有哭出來那個感覺 要鼻子紅的感覺 其實會用真哭的方式 就剛開始比較笨的時候 就是要 你要把自己當成像白痴一樣 投入在那個情緒裡面 就是也是卡通裡面那個角色 對 其實我覺得配音最辛苦的就是 有時候工作時間好長喔 因為我們配戲劇 你說妳配過生孩子的劇情 對… 可以 因為生孩子還要很用力 然後很痛苦 然後有時候還要講話 可以來一段嗎 那個面具戒一下 戒一下 媽媽也生孩子很正常 滿害羞的 這樣就起來 來 然後就… 快 我收到了 然後 然後 就會害羞啦 而且這樣講 真的很… 而且… 而且會讓人家誤會 你知道嗎 對 可是他剛剛這樣 我就很想拿夾子吧 趕快幫他夾出來 再想 幫他那個忙這樣 還有沒有各位老師 有沒有印象中 很辛苦的配音經驗 黃老師 我是最近有錄一個韓劇 它叫歡喜 原家已經下檔了 嗯 然後對我來講 比如說那天 因為這個叫感戲 所以我錄到差不多 兩點多鐘 半夜兩點多鐘 嗯 然後剛好那女主角呢 她有氣喘 她發現她的老公外遇 她就… 她就很悲傷的 邊哭 邊… 邊跑回家 回家的時候 還要回想他們以前的種種 可是她氣喘 天啊 你們試試看 這樣子一直繼續 一兩分鐘之後呢 是什麼情形 好 太好了 我們有考題了 誰要試試看 雅琪試試看看 試試看雅琪 要長一點 對一句而已 你要一個時間 男生 女生害羞 男生 妍恩呢 妍恩妳可以嗎 妳是… 妳是… 再繼續啊 妳是麵很燙在吹是不是 你看她臉已經紅了 真的… 在追下去缺氧耶 真的耶 妍恩… 沒關係 下戲了… 好 妍恩停了… 她喘了很久 所以我… 我越喘 我的四肢是在… 是僵硬發麻了 後來發抖了 我覺得我快要昏了 對 我真的快要昏了 我以前我配音配那麼久 我從來沒有中間說 喊咖 我不行了 可是那一次我就說 對不起 請給我幾分鐘休息一下 然後讓全身… 然後對面還以為這是台詞 我們繼續… 妳講錯了 再來 好難喔 好難喔 那這個阿丁老師 妳有配過這個辛苦的辛普森嗎 對 很久以前配過辛普森 是我覺得最… 最難配的 她難在… 就是因為她沒有M1 她沒有效果 那辛普森裡面呢 又有很多美國的鯉魚 那如何把它變成本土 是很重要的 而且角色還一堆 那我就必須要… 又要配這個 又要配那個 又要拿吉他進去彈 又要自己在那邊唱歌 自己編歌唱 最後就把自己搞瘋了 躺在那邊 不行了 對 那如果講到韓劇的配音來講 王老師 妳有配過什麼很經典的 讓妳到現在都還是記憶猶新的嗎 其實最經典的應該就是 是冬季戀歌 其實我覺得 是妳 並不是我們配的說 就是我們的作品當中 不是說她配得最好 應該是說 這部片子她紅了 紅了 大家才會覺得說 對她的幕後的配音者感到興趣 然後大家才會注意到我們 可以讓我們聽一聽經典的台詞嗎 經典的冬季戀歌即將原音重現 納豆Selina模仿韓劇演出超鼻震 我要跟你分手 什麼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其實 我的腦癌 對不起 對不起 最經典的應該就是 其實我覺得 是妳 並不是我們配的說 就是我們的作品當中 不是說她配得最好 應該是說 這部片子她紅了 紅了 大家才會覺得說 對她的幕後的配音者感到興趣 對 然後大家才會注意到我們 可以讓我們聽一聽經典的台詞嗎 俊翔 我們好不容易在一起 以後我們都不要再分開了好嗎 俊翔 對耶 小朋友們已經要安靜 他們應該 他們應該沒 我沒看過 沒有那個 沒看過 沒看過東基隆哥 我們要再看 去豬來看好不好 問各位一下 其實我覺得當然不同的角色 會不同的聲音 但是有些時候很奇怪就是說 譬如說你一聽這個聲音 你就聽得出來這個人大概是 比如說笨的或聰明的 或是他大概是什麼樣的個性的 所以是不是真的不同的個性 會有不同的聲音呢 比較笨的就是 Selina姐姐你好漂亮喔 這種就是笨一點的 比較厚一點的 厚一點 那比較 古靈精怪聰明 Selina姐姐你好漂亮喔 那個聲音 那邊好像就有在算計什麼的感覺 對 這個要找我們同學來示範看看好了 好不好 有沒有要試試看的 拿到哥哥你好帥喔 這是比較Hold住的感覺 憨厚的小孩 聰明的呢 拿到哥哥 你好帥喔 有耶 對 就像 要找一個小 滿有天分的耶 這聲音就有滿反差的 好不好 但是接下來這個比較難的 我覺得帥哥跟不帥的 就那種有點變態感覺的 從聲音來分別 也可以分 超難的吧 阿丁老師 我覺得有兩種 因為我 兩種帥哥啊 兩種就是 小姐 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就是比較 比較單純一點 說真的沒有 比較單純的帥哥 你說說真的沒有 我本來說沒有很帥的感覺 沒有很帥嗎 小姐 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帥的 這個是帥 剛剛那個是比較 比較年輕比較開朗一點的 比較直爽一點 陽光 帥哥應該不會講說 小姐要不要跟我約會 因為不見得都帥哥都一定要是 小姐 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我覺得 好像不符合現在的所有人 像我 我記得我錄以前錄千牛那個 我的野蠻女友 那千牛是我配的 那我就 我就會用比較 是這樣的方式去配他 可是千牛聲音是怎麼樣 就大概是 像剛剛那樣子 再一次 直白的 直白的 對 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對耶 你等我 我馬上來 我比你聊了 很直白 千牛不是帥哥 比較直貼的 大概是直白的感覺 對,比較直白 比較直白 不是,因為我的印象中的帥哥 都是這樣 小姐 你為什麼趕回來 好好啊 你真的變太大術了 你怕... 要聽誰,你看 你要等一聲這樣 小姐 要不要跟我約會啊 欠打 就很欠扁啊 你這個語氣的尾巴那邊 向上揚 就是一個把妹的愛好者啊 那我弄一個色的變態的 可以聽 小姐 要不要跟我約會啊 你這個不用弄 你平常就是這樣了 我平常有這樣講話嗎 有 那是少來 對 還是要請阿哥老師 幫我們示範了 變態的話又怎麼講 小姐 我...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我...我可以跟你約會嗎 有意思耶 好恐怖 你看女生那麼害怕 美芝老師 可以幫我們示範 譬如說一個天真善良的女生 跟一個比較有心機的邪惡女生 聲音有會不一樣嗎 那超好的 天使耶 很善良對不對 對 如果是心機 先生 你需要幫忙嗎 好恐怖 感覺是做黑的 好像會被打包 會被弄的感覺 還有比較邪惡一點的 還有更邪惡 更邪惡 先生 你需要我的幫忙嗎 好壞喔 妳好壞喔 感覺很像巫婆耶 這三個層次 Selina妳可以表現出來嗎 三個 三個 妳先從 我不知道第二個是什麼 最天真的 我來給妳Cue 第一個最天真 好人 好 好 好人 先生 你需要幫忙嗎 欸 你很會這一種耶 天使公主公主 有點可怕 接下來 接下來是什麼 有一點小心機 但他不是壞人 他可能只是小兼小二 我跟他分不出來 不管 小兼小二 好 先生 你需要幫忙嗎 欸 妳有在拿捏層次耶 我只是用表情來擺 接下來 大賤貨 好 很奸詐的人 很奸詐的人 很心機重 有 有 你需要幫點忙嗎 我隨便表情 沒有 不是 表情真的有幫到自己的聲音 對不對 我真的有用 他是有牽動的 但整個年紀也有往上抽高的感覺 對 所以我的聲音範疇 應該可以從十歲到五十歲 對 範疇很寬 好不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 譬如說特殊狀況 那有些時候 譬如說那個角色 如果是邊吃東西 邊講話 好 那這種情況你們也需要吃點東西 再配嗎 小朋友最會吧 你為什麼 在外面吃我膠膜吃掉嗎 你的身體為什麼開始這樣抽筋 那吃到為什麼 你吃到在吃東西還抽筋 哪有Q 邊吃東西邊講話 哪一位老師可以幫我們示範 蔣老師幫我們示範一下 蔣老師 我就用一個小女生的聲音好了 嗯 哇 這東西 太好吃了吧 哇 好厲害哦 那如果是吃到一份有一點噎到呢 好燙哦 好厲害 有一點放到 噎到那邊演得出來 好 那接下來這個 好強 我們請同學來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邊哭邊講話 還是要把台詞講得大家聽得懂 求求你不要離開我 很會耶 很會耶 常常在電話裡面跟男朋友這樣說對不對 對,常常用電話的就是這樣 好 好啊,說中吧 被我看穿了你啊 這裡面 求求你不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沒有劈腿 可以嗎 你可以講這個聽聽看 求求你 要不要自己Q自己 知名啦 我是知名 你果然是個高手 知名 知名 你不要離開我好嗎 他很厲害耶 而且這個臉瞬間脹紅 美甄領班 趕快領走 等一下把電話留給我 真的,這些世界怎麼都那麼厲害 我覺得男生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那 有沒有老師要幫我們示範一下 美甄老師 壓力很大 有些很多人配音會就 呵呵呵 求求你不要離開我 呵呵 會把它切開 會把它切開 切太遠了 對,可是 哭聲跟笑聲 一定要在話當中 跟氣聲結合 像一首濃彈一樣 畫都畫不開 好啊 好啊 我一直知道聲音要黏在一起 對對,結合之後呢 就很有語氣 像剛剛他那 我就覺得好像 常常碰到這種事對不對 他們很厲害 怎麼會講得這麼好 語氣這麼好 老師我真的不舒服 我要回家 這樣子然後就可以回家 對,對 所以是要帶氣聲就對 可以示範嗎 就是要跟話結合 就是 超高難度配音技巧 大師來教你喔 卡通配音秀 絕對讓你笑到流眼淚 我要跟你分手 什麼 起訴 我… 我的腦癌了 對不起 對不起 大美食大饗宴 來賓品品嘗超投入 嗨 嗨 多少人羨慕你 老師 好吃嗎 好吃 就跟 我的腦癌不一樣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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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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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示範嗎 就是要跟話結合 嗯 就說 雖然我這麼不好 可是 可不可以請你不要離開我 哎呀 好可怕 你知道你們的朋友真的是 都不知道什麼是真心的 接下來 來… 來一個 如果今天這個人已經就是快要死了 死前 有點邊喘息說 他就拜託你了 我要走了 這種 演得… 你演得滿好的 真的嗎 為什麼… 為什麼剛才吹就順便 沒有啦 順便到結尾是不是 來 演哼 他… 他就… 拜託你了 我… 我先走了 我覺得 好… 沒錯 他們都是真的用戲劇去帶動自己的聲音 他的語氣的能力有點 他的表情的能力有點超過他的語氣 可是他的聲音就會跟著有一點還不錯 還是會帶到這個對不對 還有誰要試 文萱 他… 拜…拜託你了 我也要走了 你是… 他吃太多在打嗝 他像是用打嗝在講話嗎 打嗝 他拜託你了 好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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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了 要怎麼演啊 對啊 如果今天年紀沒有很大就要走了 那他要怎麼演呢 吸氣比較短 吐氣比較長 對 這麼細耶 對 好難喔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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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拜託你了 我要走了 對 所以真的是要吐氣長 要吸氣短 因為最後就整個身體 你這樣好猥褻喔 不是 在你耳朵邊 我在你耳朵邊 我在你耳朵邊 不要再試了 好啦 好 我跟姐姐妳呢 我們就演一段戲 然後呢 我們沒有講話 我們只有這個嘴巴動 然後動作 然後他們請老師幫我們配音 喔 好不好 試試看那種感覺 那我們是什麼角色 就是說今天這個就是說 你要跟我分手 然後我不想跟你分手 然後最後呢 你就有 反正有一段劇情 好不好 你看著眼就會 接下來 超爆笑的表情戲考驗 登場囉 我要跟你分手 什麼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我已經愛受別人了 我不相信 你 你不要騙我 你 你 你忘了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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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你忘了我嗎 等你的 你別等我了 其實 我等了 不 對不起 對不起 沈莉莎好會演喔 用這個配很爽耶 沈莎好會演 沈莎好會演 我超努力在演 而且剛剛有一個呼巴掌 我超想這樣 你不要演半天不批 你真的給我批 可是演這個 我們情緒會被他們很棒的聲音帶著 因為他們聲音很棒 對 所以我的肢體動作跟表情全部都更投入 好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下次多玩這種好不好 接下來 我一個特別版 花媽 跟兩斤勘吉 同樣劇情嗎 又一樣的劇情 那我是花媽 對啦 那我變成那個 兩斤勘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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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輪流轉 完蛋了 完蛋了 你很煩耶 我要跟你分手 夏威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啦 因為 我已經打算別人了 我不相信 你不要騙我 你 你 你忘了我吧 不要再跟我糾纏了啦 我 我愛你 我一定會等你的 我跟你說 你不要再等我啦 其實 我 我得到腦癌了啦 對不起 好會演喔 好好玩 這個好累喔 好好玩 我… 下次要玩一整集 你這玩上癮喔 OK 今天 要謝謝非常多的佩音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裡面 今天佩音老師有多重要 他把我們兩個平平很無聊的戲 整個就變得很有戲劇張力 對 我覺得其實透過我們今天節目 我覺得大家以後看這些卡通 看韓劇 能夠更有感覺 因為想說其實幕後有這麼多人 你在家裡面看一個小時的節目 你知道他們要花多少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嗎 對 會對這部戲劇或這個卡通 有更多的感情跟投入 現在就謝謝所有的老師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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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禎坎坷感情路 進跟風水有關係 當時我媽媽就特別買了 一個粉水晶 然後放在我的床頭 大概經過兩三個月 我就認識了小禎 小禎就幫我介紹 我現在的老公 到我經紀人那邊之後 整顆疊苦 我就讓我每天第一顆的神經 結果呢 就離開了